陆远想和木秀一起照几张相片,这样他在想念木秀的时候就可以拿出来看看。 懒人一进门,就看到店里摆着一个玻璃柜,柜子里面只摆放了两台傻瓜相机。 为什么叫傻瓜相机呢?因为这种相机操作简单,连傻瓜都能拍出照片来。 后来在九十年代后,这种相机家家户户都会有一台。 不过,那是以后的事情了,而相机在这个时候应该还不便宜,所以店主也不可能弄来许多相机摆着卖。 看着这傻瓜相机,木秀又开始怀念以后的智能手机了。 那时候手机的功能多强大,各种美颜手机,各种修图,照相好看又清晰,最主要还更方便。 手机电脑里放着随时都可以调出来看,不用像现在这样,还需要胶卷,照完后还要曝光成像,最后变成照片,收到家中的相册里。 想看照片,还要翻找各种相册,尤其麻烦。 店主看到有人进来,急忙迎了过来,看到他们在看相机,笑着问道,你们是来买相机的吗? 木秀拉了一下墓园,小诚说道,这相机太贵了,别买了,以后肯定会便宜的。 木秀觉得现在买个相机真的是又没用又贵。 老板,我们来照相。 路缘的话让木秀愣了一下,不过很快回过神来,针着年轻留几张照片也挺不错的,以后老了,看到这些相片也是种怀念。 行,进里面照。 店主在前面引路,木秀和路缘跟在身后。 老板,你这是彩色照还是黑白照? 路缘看着墙上贴了不少的相片,不过看着怎么都是黑白色的,我们这里只有黑白照。 店主回答道,首都现在都已经有彩色的相片了。 路缘对木秀说道,首都啊,那可是大地方,咱们这小城市还没发展到那一步,再等几年吧,到时咱们这儿肯定也会有彩色照片的。 对了,你们是要单人照还是合照? 店主一边摆弄着相机,一边问道,单人照,合照。 木秀和路缘同时回答道,说完,俩人对视一眼,又同时说道,都要。 店主一下子就被逗乐了,木秀和路缘也都是抿嘴笑了。 听从店主的指挥,先照了合照,俩人就在相机前的凳子上,看着店主在那里调试镜头。 小伙子,别紧张。 店主看了一眼镜头,对路缘说道,路缘平时和家里人照过全家福。 不过,还是第一次和除了家里人之外的异性合照,还是自己的心上人,不免神情有些僵硬。 听到店主的话,他深吸一口气,神情看着放松了一些。 这时候,店主也调好了相机,他对着坐着的两人说道,都坐好了,不要动,看镜头,一,二,三,茄子。 接着就是咔嚓一声,照片照好了。 合照照完之后,又给木秀和路缘一人照了两张的单人照,店主写了一张单子,递给了路缘。 相片七点之后才能洗好,到时候来取,两张合照,两张单人照,总共是四块钱。 一张照片一块钱,这价格还真的不便宜,这个时候去照相也算得上是奢侈行为了。 路缘接过单子,拿出四块钱递给了店主。 等俩人从照相馆出来之后,时间已经不早了,还好,他们很快就找到了那家面馆。 两人进去,一人要了一碗面。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中午的饭菜并没有吃饱,这碗面,木秀也觉得好吃,吃得干干净净。 这碗面之后,天色黑了下来,路缘和木秀又去看了一场电影之后,这才回到了招待所。 路大哥,明早我就坐早班车回去了,不然出来得太久,我娘会担心的。 木秀站在楼梯口对路缘说道,你一个小姑娘,在外面的确不安全,早点回去。 路缘尽管不舍得木秀离开,可是他也知道,木秀能来苏南市见他,已经是很不容易了。 第二天大清早,路缘早早起来,将木秀送到了回去的中巴里,这才离开。 紧接着,他就进入了忙碌的间隙生活中。 木秀坐在回去的大壳车上,想到自己竟然一个人跑到市里见路缘,心里就蹦蹦直跳,他这真实不害臊。 木秀摸了摸自己的脸颊,触手有点发烫,他这么一个人孤身来找路缘,路缘心里会不会觉得自己太随便了? 可是,看他的反应,好像很高兴。 总之,木秀觉得自己真是疯了,不过,事情都已经做了,现在想这些还有什么用? 就这样吧,反正他也挺开心的。 木秀赶回家中,已经是傍晚。 周水莲看到他回来,神情一松,嘴里说道, 明天续辉正好要去城里送兔子肉,我还寻思着让他把你接回来。 早直到陈大哥过去,那我还不如多住一天了。 木秀笑着说道,事情办完了吧。 木小草在一旁关心地问道, 哦,办完了,等到8月20号,咱们就搬去县城准备一下要上学了。 你们这一走,就剩下我们几个人了。 周水莲有点落寞地说道, 水莲,孩子们是去办正经事。 木水走过来,手搭到了周水莲的肩上。 娘,还有两个月呢,再说了,周末我们就回来了。 木秀说道,我做饭去了,周水莲还是有点闷闷不乐。 秀儿,我记得你那儿还有均绿色的布, 我给你们每人都缝个书包。 相对于周水莲的伤感,木小草则是满心的欢喜。 她的判定马上就要去读书了, 以后判定再也不会过她这样的日子了。 好,我去房间拿。 木秀也是对未来充满了期待, 也不知道木水是怎么哄的周水莲, 吃晚饭的时候,她已经说说笑笑, 丝毫看不出有什么不同了。 诶,正吃饭的时候,木秀忽然惊呼一声。 怎么了秀,周水莲刚松懈下来的神经又紧张了起来。 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给忘了? 木秀一脸地懊恼, 啥事啊,你快说呀。 木小草也急切地问道, 判定呀,这个名字不好听, 我说给她改个名字的, 怎么急着办入学,这事给忘记了? 木秀伸手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。